我们看这一幅 他说底片成像在透进主后方的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们这个照相机要照一个人 这个人他会成一个倒立的实像 倒立的实像,而且是缩小的实像 缩小的实像的话,他的像一定是介于什么呢 介于焦点跟两倍焦点的地方 不过这个像的话,他是非常靠近焦点 虽然他是在焦点的后方 但是他非常靠近的焦点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说这个照相机的话 通常是只有几公分 只有几公分 这个人站的位置可能是几公尺 几公尺对几公分而言的话 几乎是无穷远 那就是人,从人挂了光的话 几乎是平行光 我说几乎啦,几乎是平行光 所以他几乎会什么呢? 几乎会投影在焦点上面 我所谓的几乎就是说 他投影的地方非常非常靠近焦点 靠近一倍的焦点 当你投影在焦点上的话 他的像就变成一点了 不过他的像事实上不是一点 事实上是几公分的那个像 我们在那个底片 大概是几公分而已 小小的一个 脸的话大概是一公尺 要脸一公尺的话 这个如果是 比如说是三公分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他那个倍数就差很多 所以他的像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他的像是非常靠近焦点 不过还不是在焦点上 是介于一倍的焦点跟两倍的焦点之间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大家应该要选V 他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那个C C他是说等于一倍的焦距 不是完全等于非常靠近 是在一倍焦距后面 但是非常靠近一倍焦距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V 不要选C 最后一件的一切 这个字幕里面 就是非常靠近一张 就是这个样的焦点 不要担心 你不要再放入